大般若愿 菩萨如是回向 这不度颠倒 不度想颠倒 见颠倒 心颠倒 回顾 是菩萨了 不贪注回向苦 是名 无上回向 念老 引用 大般若愿 这个地方点 一段话 菩萨 身上佛号 都居出心愿性 深圣佛号的目标 都是往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没有回向 没有回向的形式 这叫不回向 其实不回向 大平平静 大平静上说了 凡情莫之为不回向 凡夫 他没有回向过 实际上 他是无上的回向 他是真心 不是往生 念念 跟阿弥陀佛 相应 像前面所说的 大行不 和尚所讲的 我们齐心动念 佛之头 佛有他心头 我们在这里念佛 佛听见 佛有天眼睹 我们在这里 恭敬礼拜 佛看见了 佛有天眼睹 我们齐心动念 他都知道 齐心动念 全是 两末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是 无上的回向 一般凡夫做回向 回向完了之后 都忘掉了 还是造 六道轮回夜 这个形式上 没有回向的人 他念念回向 念念都不间断了 这是我们不能够 不知道的 原因就是这个菩萨 不多这三种颠倒 想颠倒 想颠倒 见颠倒 心颠倒 一般凡夫 早晚回向 常常回向 不能跟这个人别 这个人 这个人虽然没有回向的形式 他确确实实 他不断 三种颠倒 为什么 不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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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 知求 见福 其他的什么念头 都没有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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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